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0395一间发现了那个装得满满的超市仓库以后 三个人当时真是高兴坏了 根本连数都不用点 光拿眼睛看就能够看出来 仓库里存着的石水肯定足够他们撑过14个月 而住在地下超市里又不用担心阳光直射的问题 真可谓是再理想不过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 外面大厅里的那一片小热带植物林 人毕竟还是会贪图安逸的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觉得以如今这个状况来看 只要在地下超市里地门不出 外面的植物林也没有办法拿他们怎么样 正好最近一连几天都惊心动魄的 消耗了他们不少的体力 借着休养调整的名头 三个人干脆在超市里安下了家 这一休养就足足休养了两个多礼拜 由于吃喝不愁 铁门一关 又没有了外敌 三个人就在新世界里 头一回过上了叔叔夫夫的日子 以至于两三个星期以后 林三九偶然一捏腰间 竟然发现自己长肉了 这一回多余的脂肪如头当头棒喝 倒不是林三九在世界末日的关头 还担心身材好不好看 而是他忽然想到了以前中学时 语文课上的一句话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仔细一想 这两三个星期以来 自己再也没有生成过任何一项能力 进阶能力也依然还是老样子 一点进化的意思都没有 要说生成能力不容易吧 而在新世界刚刚降临的那几天里 在重重的危机下 他就飞快地生成了一项全面体能增幅 说明目前这个时间跨度 绝对是不正常的 抱着这个想法 林三九跟其余两个人一商量 当即决定 每天要派出两个人出去巡逻 既为了安全着想 也能顺便锻炼锻炼自己 想法是挺好 但是没想到一开铁门 三个人都傻了 开门的时候 正是下午四点多钟 可是通向一层大厅的电梯 依然被浓浓的黑暗所笼罩着 林三九傻乎乎地看了看前方 低声问了句 难道现在太阳落得这么早 卢泽愣着不说话 忽然只见马瑟伸手一指 叫了一声 你们看 林三九和卢泽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 当时五脏六腑都凉透了 覆盖着电梯的一块黑暗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稍稍动了一下 这一动不要紧 一点阳光立刻泄了进来 灯时透露出了半边枝蔓叶片缠绕着的绿色 三人这才意识到 之所以铁门外一片漆黑 全部是因为被植物给遮挡住了 接着越来越多的阴影动了起来 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几十根绿藤 好像闻见了人味似的 一根接着一根活了过来 缓缓地朝着铁门的方向探过了头 也不知是谁先发出了一声喊 三个人谁也没耽误 转身就冲回了超市 哐的一声就把铁门给拉了下来 绿藤劈劈啪啪地打在了铁门上 厚重的铁门竟然向内 凹出了好几个骨包 看样子只要再出去转悠几次 这扇铁门肯定就要撑不住了 回到超市里 三个人的脸色都难看极了 谁也没想到这么快 他们就从曾经主动的避试 变成了现在想出去也出不去 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待了 林三九苦笑了一下 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就算要走 也必须把仓库里的东西带上 马色狠狠地咬着牙手 带上东西倒不是很难 咱们在外面找几辆大卡车 能搬多少就搬多少 可是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出去啊 唯一的通道被那些鬼腾子 给挡得严严实实的 林三九愁眉苦脸地问 三人安静了一会儿 卢泽忽然啊了一声 随即一个鲤鱼跳起了身 转身就朝超市后方跑 一边跑一边还高深海 电梯口可不是唯一的通道 小九你把钥匙拿上 后面还有个门呢 这一句提醒了马色 他一拍巴掌 脸色顿时亮了 对啊 我怎么把那个给忘了 一拉林三九 他们也急急忙忙地跟了上去 没过几秒 三个人就站在了超市后门的门口 自从林三九 从员工室里陷了身 卢泽和马色 两人是把这个后门 给忘得干干净净了 林三九还是头一回知道 原来还有个不知道通向哪里的后门 他一边默默祈祷着 一边用钥匙打开了门 老天带他们还算不薄 后门是一个狭窄的斜坡 从斜坡里走出去 几个人发现自己正和一排巨大的垃圾桶一块 站在了购物中心的背后 这里似乎是超市员工 清理工具处理垃圾的地方 从这往外一走 很快就看见了一条小马路 透过玻璃 看着布满绿色枝压的购物中心 几个人还是头一次觉得 龟裂发黑的小马路 竟然显得那么可爱 接下来要干的事情 就很清楚了 首先找来了三辆车 找车倒是不难 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死光了 满城都是插着钥匙 被人用光了油电而抛弃的小汽车 几乎也没费什么功夫 三个人就找到了两辆大型运货卡车 和一辆公共汽车 从汽修店里拿了电池换上 又从加油站里加了满满的几箱子油 车子总算能够动了 一口气把三辆大卡车 都开到了小马路上 挤挤挨挨的 好不容易才并排停好了 超市里的石水 把三辆车装得满满的 仓库里依然还剩下不少 不过几人也不担心 车上的已经足够了 余下的都被马在了街道两旁 留给了其他的幸存者 临走之前 林三九抱来几桶汽油 炉子和马瑟准备好了 整整一箱子的酒 准备好了吗 林三九抱着一块沉重的砖头 朝身边的伙伴笑了笑 见二人点头示意 他叫了一声 好了 开始扔吧 随着炉子带着兴奋的一声高呼 砖头 石头 椅子 各种各样的东西 像是流星式的 朝购物中心 那被绿色植物覆盖着的玻璃门窗砸去 一连串的清脆响声 响彻了半条街 玻璃碎片仿佛下雨一样 纷纷扬扬地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在暗夜的空中 闪着无数点亮晶晶的光泽 附在玻璃上的芝麻 受了惊 全空摇摆着 一时不知要攻击谁才好的样子 可是还不等他们顺着人位 找到罪魁祸首呢 紧接着一瓶又一瓶的烈酒 一桶桶的汽油 就从玻璃碎掉的破口处飞了进来 落在了植物上 顿时见得到处都是 最后一步纵火 就需要点技巧了 三个人速度最快 身体最轻的马色 手里握着四五根已经擦亮的火柴 戳吐似的冲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口 一个甩手 几点火光就摇摇地落进了那一片的绿里 火苗嘶嘶拉拉地蔓延了开来 速度不快 但是很坚定 很快 一楼就被印满了一片片红彤彤的火光 还没烧上五分钟 购物中心里就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嘶叫声 仿佛是什么东西受了疼似的 所有的叶片都疯狂地挥舞了起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都消失在了火焰里 卡车和公车一早就被停得远远的 三个人一人开着一辆车 顶着日出前后的最后一点星光 踏上了未知的征途 摔摔头 林三就把昨晚的一幕幕从脑子里甩了出去 他脸色凝重的又看了一眼后视镜 随后打起了车尾灯 大卡车缓缓地捡了速 扣在了路边 身后的卢泽开着卡车 马瑟开着公交车 也都一一放缓了速度 跟着停了下来 怎么了 为什么不走了 卢泽摇开了车窗 朝林三九的方向大喊着 林三九一把推开车门 就跳了下来 站在了马路中央 手里握着一根井棍 有人在跟着我们 他皱着眉头 忍受着空气中的黄沙 第二十三章 加入了一个新成员 烈日当空 熊熊地灼烧着世间万物 一出了车门 烫人的高温 立刻叫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 急温地狱里依然有风 不过还是不如没有 每一阵风都像是一锅烧红了的煤炭 兜头盖脸地朝人身上泼了过去 下了车 卢泽和马瑟 顿时都把眉头皱得紧紧的 捂住了口鼻 自从绿植树木都死光了以后 土壤全在高温下化沙了 浓浓的黄沙在风的鼓弄下 不住地在天地之间肆虐 眉毛和睫毛上落的都是沙里 叫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只能一直眯着眼看东西 马瑟一开口 就被黄沙给呛得咳嗽了几声 这才勉强地说 你确定吗 我刚才在最后 可我没有注意到 后面还有车呀 零三九下车的时候 顺手抓了一件T恤衫 此时被他系在脸上做口罩 倒是比另外两人好过了一些 滚烫的黄沙再不住地打击着 他暴露在外的皮肤 零三九忍着疼 低声地说 我确定 那车跟了咱们一路了 不过因为沙尘太大 他离得又远 所以时影是现的 等等 来了 话音才刚落 果然不远处 一溜烟尘扬起 一辆脏得看不出颜色的 雪铁龙从滚滚的黄沙中 冲了出来 没想到 一件前方三辆大可车 都停了下来 零三九等人 又正站在马路中央 那辆雪铁龙 居然一个急刹车 接着车头一拐 竟是要跑样子 不过 在这么短短的 一段距离之上 可不是他说跑 就能跑得了的 零三九助跑几步 接着脚下一个加速 在雪铁龙掉头之前 整个人已经像豹子似的 砰的一声 跳上了车头 随着车头往下一沉 雪铁龙似乎慌了 轮胎发出了刺耳的 支嘎尖响 隐隐约约 里头的人还喊了一声什么 零三九被车甩得一摇晃 才稳住了身子 扶在车头上 朝车内大声喝倒 下车 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里 炉泽和马瑟也都冲了上来 对雪铁龙形成了一个违和之势 车子停住了 挖动机熄了火 透过肮脏的挡风玻璃 零三九只能隐约地看见 里面坐着一个人影 也不知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真是想不通 这样的视线下 这个人是怎么开车的 他等了等 不耐烦地拿警棍敲了敲挡风玻璃 再次示意司机下车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这辆车从购物中心就已经跟了上来 驾驶座上的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男人 一边抹着头上的汗 一边踏出了车门 这个男人看起来 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个头不高 皮肤糙黑 生着一张圆圆的肉脸 白衬衫都成了脏脏的黄黑色 不知道为什么 零三九总觉得 他如果插上胡子 肯定会长得很像一只田鼠 他身上的西装 看起来虽然质量不错 但似乎很不合身的样子 裤脚长了一大截 高高地挽了起来 里面露出了 灰白灰白的高腰袜子 你是谁 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马瑟皱着眉头说道 长得像田鼠的男人 惊慌地转动了一下 黑漆漆的小眼 看了一眼三个人 这才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卢泽顿时 吃了一声 你是不小心的 意外地跟了我们一路 零三九从车上跳了下来 攥着警棍一言不发地 站在了车前 男人似乎很害怕 零三九的样子 他一下车 他就立刻朝反方向挪了几步 离他远远的 同时急急地解释道 不不不 你们听我说 是这个样子的 我其实早就认识你们了 我没有恶意 我是做医疗器械推销的 那天晚上和客户印车完了 他送我回去的路上 结果突然停电了 我们被堵在了购物中心那儿 说重点 大概是被外面的风沙 给折磨得没了好脾气 马瑟加重了语气喝道 是 是 是 总之我们一直 在购物中心那里堵着 不敢下车 就靠着车里的一箱饮料 过了两天 我看见你们了吗 有好几次进进出出 你们好像很快就适应了 很了不起啊 那个男人说到这 还不忘讨好的捧了一句 见几个人都没有反应 他善善然地 催了一口嘴里的沙子 又继续说 后来有天晚上 有个长得还不错的女人来了 说她家有水喝 叫我客户下车去跟她拿水 结果我这一会儿没留意 我的客户没了 那个女的又往下一辆车那儿走了 三个人的脸色都不由得一顿 看来孔云果然没有放过外头一条街的活人 男人看了看他们的脸色 试探地继续问道 我哪里敢继续在车里待着了 就跑到马路对面的遍地店里 好歹也是活到了现在 我今天早上一看你们走了 我自己也害怕呀 这 这才跟了上来 这叫什么 因为这人说话 叙叙叨叨的 卢泽有点不耐烦了 我叫田明波 人家都叫我田鼠 男人忙笑着说 看来有着感觉的倒还不止自己一个人 林三就心里笑了一声 脸色却一点都没有变 拧着脸问道 你跟着我们想要什么 田鼠愣了愣忙说 我 我没有恶意 真的没有 我自己车上 也有吃的有喝的 就是想找个同伴 一块走 再说了 我也有话 想提醒你们呢 提醒什么 你们的车 也开了快有一个小时了吧 田鼠一边说 目光一边在车辆上流连着 我劝你们 先不要开了 到晚上再说 为什么 卢泽皱着眉头 看了看四周 他们停下来的这个地方 可不怎么舒服 原先 这儿可是一片中心公园 本来是一片广袤的树林绿地 可以说是城市里最惬意的地方呢 可是这一个月下来 公园的影子已经彻底的消失了 只有漫天的沉沙 伴着干黑色的树木残壳 被风吹卷在半空中 在地平线上 隐约的 还有好几个像是堕落肿的影子 在徘徊着 天空是一片 看不见希望的浓黄色 伴着烫人的阳光 这天气 热得太邪门了 再这样开下去 发动机是要烧坏的 你别不信 我之前已经报销过一辆车了 还是个奔驰呢 照样坏了 差点起火了 更别说 你们这些卡车和公共汽车了 田鼠抹掉了脸上的沙子 露出了底下诚恳的表情来 不信 你们去摸摸发动机 听到这儿 林三九突然叹了一口气 叫住了转身就要走的马色 不用去了 是真的 刚才 他的这辆雪铁龙 踩着都烫脚 要知道 他脚上穿的 可是一双天木兰 透过这么厚的鞋底 依然能够感觉到烫 田鼠一听 马上凹叫了一声 回声去开车前盖 盖子一开 一股带着焦味的白烟 徐徐地飘了起来 瞬间就被风沙吹散了 田鼠紧张地 在发动机里拨弄了一会儿 接着 心有余悸的表情 抬起头说 好险 差点就不行了呢 三人互相看了看 颇有些无奈 连法产的雪铁龙都快不行了 那来自郑州客车厂的公共汽车 肯定是更危险 看样子他们也只能和这个田鼠 留在这儿了 等发动机降温了再走 只不过 039对四周的环境 更抗拒 因为周围实在太空旷了 占地几千米平方的中心公园 光无了以后 视线便毫无阻碍了 要是真有什么危险的话 他们几个火把子 连藏山之处都没有了 马瑟叹了一口气 看来咱们只好等等了 对啊对啊 要说外面实在太热了 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不你们上车 咱们进车里好好聊一聊 交个朋友嘛 看几个人被自己说动了 田鼠盲献殷勤地打开了车门 还掏出了一瓶水递给马瑟 我也没个目的的 就是想找个同伴 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啊 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吧 三人互相看了看 一时半会儿的 还没有人说话